日前有民眾在雪霸國家公園看到台灣的特有種 它叫做台灣山蔗菇 神前幾張不斷的求救 仔細看一旁有兩隻的幼鳥受困水溝 一伙人趕緊活力救援 雪霸國家公園臨到旁一隻台灣特有種山蔗菇 不斷動張希望 動作似乎有些不尋常 嚇死人 原來水溝內有兩隻幼鳥受困 鳥媽媽就是在找尋牠們的身影 選手隊員健壯和警方一同展開救援 觸動氣動機和工具打開水溝蓋 小心翼翼救出兩隻幼鳥 協助牠們一家團圓 同樣也是罕見動物 瀕臨絕種的石虎就沒這麼幸運 彰化入港日前有民眾發現小動物倒在路旁 仔細看才發現是保育類動物石虎 遭到陸殺 這時候已經是明顯死亡了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經過的時候 大概是九點晚上九點 繞回去的時候大概九點出頭 他都是在那個位置啊 當下看到覺得不可能啊 靠海的陸港首次出現石虎 沒想到卻密喪淪下 這隻石虎從何而來保育協會 還要再調查確認 記者王維菲彭光旬 尼鳳林博蟲 苗栗彰化報導